哈囉大家好 我是平均百姓 現在為大家測試的關卡是 幻獸之骨 尋覓幻獸之路 可以看到我使用的這個是火隊 搭配一個蛇女 控場增傷用還不錯 現在來為大家示範 剛發生什麼事 好像是兩COMBO的樣子 還沒死 太誇張了吧 哼 血這麼少 然後又卡 卡珠 真的很誇張 對不對 太誇張了 真的 呵 我只不過是complet 跟官方投訴一下而已 說一真解放的問題 有必要這樣玩嗎 呵呵呵 看起來是蠻誇張的啦 我覺得真的是看起來蠻誇張的 所以這告訴我們 不要去跟官方亂投訴 有沒有 有問題的話就自己默默承受吧 有沒有看到 這個火樹卡的狀況大家是看得到的 有沒有看到 這個帳號已經被下詛咒了 哇 哇 攻擊力太高 好 這就 解釋了 一波送走 好 這個要五連 好 這個要五連 好 這固定扣起來 70% 這個 目前我看檯面上的 這個 木珠是還好 嘖 開火紅石就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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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好 好 有 我以為有沒有火油啦,所以恢復力還算滿夠的 快點 這邊的話要看廠上豬啦 現在廠上火柱不多 所以我先不開空障 記得不要全體攻擊 重點 讓他自己單體攻擊就好了 最怕是卡 記得啦 有問題的時候不要跟官方反應 不然就會造成我這樣的後果 等一下再卡就可以看 他有聽到的 他有聽到的 這樣打開也是蠻危險的啦 不過有些時候運氣運氣啊 卡星就不用怕我沒有擔心的 小心不要全體攻擊到此生人 小心不要全體攻擊到此生人 偉王的話就是用兩隻火油互相搭配 不是要先打 他才會現身嘛 怎麼一燒就死掉了 哦好吧 以上這個 自己莫名其妙的痛快 的一個經驗 好跟大家分享 謝謝大家 掰掰